揮舞旗帜 所有人聚在一起 一股脑就往里面冲 还与警方爆发肢体冲突 利用许多抗议者骑着单车 与警方上演追逐戏码 更有人透过卡车翻阅高高为离 就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与埃及登场前夕 数百名还团人士 冲进荷兰史基普机场跑道 坐在飞机四周不让客机起飞 他们呼吁全球政府应减少航班 禁止不必要的短程航线 才闯进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 Samuel与同伴在馆内写字 呼吁重视暖化现象 环团人士近期动作频频 尤其针对昂贵的历史名画下手 尽管成功博眼球引发关注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 我认为他们在掌握知识 但他们在做错的方法 犯罪 但我说是想要让你帮助 我认为我们在掌握知识 这些识与埃及的方法 我认为我们在掌握知识